第2种情况 那就是乙一天丙一天再加上甲的二分之一天 而第三种情况按照丙甲乙的顺序来看 比原计划多用三分之一天 也就是丙一天甲乙天再加上乙的三分之一天 而现在我们就会发现了 通过第一个式子和第二个式子乙是一样的 丙加二分之一甲就等于甲 所以能够推出来丙就等于二分之一甲 再看第一个式子和第三个式子 甲是一样的 那么能够得到乙应该等于丙加上三分之一乙 那换句话说就是三分之二的乙应该等于丙 所以乙是等于二分之三丙 而丙又等于二分之一甲 所以它就等于四分之三甲 好了从这我们能够得到丙是等于甲的二分之一 而乙是等于甲的四分之三 而甲的工作效率刚才已经说了 是四十三分之四 这是甲的工作效率 而乙是它的四分之三 所以是四十三分之三 而丙是甲的二分之一 所以是四十三分之二 那按照这样来算的话 当一个周期过去之后 它们总共应该完成了四十三分之九 而四个周期过去之后 那么完成的就是四十三分之三十六 还剩下整个工程的四十三分之七 下面又该甲和乙各一天 正好把整个的工程完成了 那说明第二种情况 确实就是按照甲乙甲的顺序 工作了四个周期之后 甲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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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是需要分类讨论 然后把其中的一种情况排除掉 只剩下最后一种情况 好下面我们来看看详细的解题过程 如果是甲乙铃各工作一天为一个周期的话 三天一个周期 这时候发现一定是不完整周期 接着第一种可能是不完整周期又多了一天 而第二种可能是不完整的周期 完整的周期在多上两天 那如果是第一种可能 我们就可以变一个式子 从而得到乙和饼的工作效率都是甲的三分之二 这个刚刚也推过了 那么此时可以得到他们的工作效率之和是129分之28 那么四个周期之后 还剩整个工作的129分之17 但是甲每天只能完成129分之12 所以它并不是完整的周期多一天的情况 那么说明这种情况就不对 只能是第二种情况 而对于第二种情况 甲乙饼 然后饼饼甲二分之一 饼甲乙二分之一 通过这个式子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来 饼是甲的二分之一 乙是甲的四分之三 所以甲的工作效率是四十三分之四 那么乙就是四十三分之三 乙就是四十三分之二 从而得到他们一个周期完成了四十三分之九 那么四个周期还剩下四十三分之七 正好甲一天 你一天完成了 所以这种情况是符合体力的 那也就是第二种情况 所以他们的工作效率之和就是四十三分之九 那么合作就需要九分之四十三天完成了 对于这道题目来讲 它是我们工程问题里面的周期问题 而对于这种周期问题 我们是抓住这个关键 去判断不是整周期 有两种情况 然后通过这两种情况 去进行分裂 等念废患 会得到各自的优励